一般都是在車上或者是在家裡查到的毒品 不過來看到 既然是有人求著U-Bike被查到 這名工程師呢 為了開新年毒品趴 他竟然一想天開 就騎著U-Bike來運毒 想要躲避查器 沒想到他自己心虛 就一個眼神的交會露現了 被警方查獲 偷戴棒球帽的朱信嫌犯不發抑鬱 雖然帽子遮住臉 但看得出長相斯文 在知名儀器公司 擔任工程師的他 這回騎U-Bike運毒 相躲過警方查器 沒想到一個眼神交會成了被帶關鍵 3號上午他騎著U-Bike戴著毒品 打算在轉乘捷運到汽車旅館開紅趴 並見到路邊遠景 自個心虛刻意閃躲 當然被警方上前判查 代表就是有幾個一起參加毒趴 警察的朋友他出面去拿貨 因為怕被警察查氣 而降低風險 所以這次用那個 急U-Bike 為了躲避警方查器 毒販運毒手法頻頻鑽漏洞 2012年標榜使命必打了DHL國籍快遞 理性員工協助奮毒集團把風 放關30塊海洛因被查獲 現在已經被最高法院依孕毒罪 重判18年徒刑定驗 只能說為了一時沉迷毒品 該付出的代價還真的不少 記者台幣綜合報導